這場球結束當然是說 其實也是在我們的預料之中的事情 那其實基本上我們今年球 佛光球隊當然今年已經是進了小巨蛋之後 當然我是跟球員說 我是希望他們在這一場球賽可以進行的去享受 這場球的一些氛圍 還有一些即將要畢業的大學姐 他們也會好好的享受在這個當下 那至於結果我覺得已經不是那麼的重要 但還是希望他們可以再繼續可以 明天這場球賽裡面還是可以好好享受這個球賽 對 沒錯 明天還有另外一場比賽嗎 所以請靜庭跟瓦玲是不是分別幫我們談一下 你們自己今天的狀況已經可能回去 可能是要再調整的一些地方在哪裡 請瓦玲先好了 謝謝 我覺得我今天這場比賽失誤太多 就是發生就是太遠路了 在競爭上 然後 防守上我覺得自己可能 有些時候交代不是很清楚 然後就可能會 勾掉地線 就是裡面的位置 所以說明天可能會要再調整你自己 或是你覺得球隊需要再調整的地方 可以用來分享一下 我覺得我自己要再鼓斷一堆 對 然後 就是不要在裡面 就是過進去之後 不要在裡面投球 或是隨便食物 然後我覺得球隊可能就是 在防守上可能要再堵 對 好 謝謝瓦玲 那另外請靜庭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覺得自己今天的表現 你自己可能回去需要再調整的空間 因為今天可能自己也沒有發揮出來 然後導致現在球隊就是 落後太多 然後可能 明天的不管對誰 我覺得就是把自己的狀況調整掉 那我還是有跟球員有設定一些目標 我們當然是說 當然以四強賽裡面這三次球隊 我們都還沒有 在這個全年都還沒有能過半場 那我只是希望跟球員講說 除了享受以外 其實我還是有給他們一個目標 我希望可以跟去年的戰機 其實是可以一樣的 那當然是說現在前兩名沒有了 那我希望明天的比賽裡面 我還是希望球員們還是可以把第三名留下來 對 謝謝 訂閱我們鬧變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喔 各位朋友 鬧變風向 趕嘴就來變